由交通部补助华联县政府观光处推广的 台湾好行泰鲁阁县观光行程 执行了两年要视察推广的情形 华联县议会建设小组邀及华联县政府观光处实际搭乘 前往视察路线的情况 召集人黄鑫及县议会同仁也提出多项建言 务必建置好推广观光的执行力 台湾好行景点接驳旅游服务 是专为旅游规划设计的公司服务 华联县并且由太鲁阁县和东海岸县两条游客的休闲服务 为了要了解华联县政府观光处执行的情况 华联县议会建设小组8号安排了一项视察行程 召集人黄鑫 二召黄霖南 先议员郑宝秀 李正文 张美惠 杨华美 迪布斯一赖 林远复 全新来听取观光处的简报 召集人黄鑫也提出多项建言 今天带着我们所有建设小组的一眼 来到我们的太鲁阁 那今天来到太鲁阁是特地从我们花莲火车站的部分 搭我们太鲁阁的路线的编号是310的 从火车站来出发 它这个是要推展我们地方的一个观光产业 那观光处来承办相关的业务 今年开始对于太鲁阁县的花莲好行的部分 可以讲路线上颜色上蛮漂亮的 那价格又非常的大众化 那一天大概250块钱 那有十几个站能够让大家来 慢慢的一个旅游 那这也有两天的 那所以可以多样的一个选择 那议会今天来参考就是来塌县 是希望对我们观光的产业 因为花莲市观光大县也是农业大县 那观光的产值总是可以比较高 比较大比较宽 比较大比较宽 那对于观光的部分 能够承办的更好 包括现在已经一世代的所有的网站上 可以看到所有的一个资讯 我们就是泰鲁哥今天来参与的是泰鲁哥310的路线 我们早上特地搭我们的310的公车 那来试试看进来到这里 真的是天气非常非常空气非常的新鲜 鸟语花香 可以我们国家级的一个风景区 当然还有一个路线我们来不及去 就是我们东海岸 东海岸的路线也有 东海岸的路线的部分 它这个编号是304 304的一个东海岸的沿线的路线 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路线上它一天一日见的部分 是500多块 那可以邀请访好友 沿线的路线都非常的漂亮 包括我们的死地坪 包括我们的机体海水浴场等等 都有很好的一个风景区 提供给大家来做观光旅游 花园线议会建设小组召集园黄欣表示 花园线以观光立宪 台湾好行景点接驳旅游服务 让游客和花园线议有了多一项游玩的选择 花园线议会建设小组会做好监督和协助的工作 共同来推动花园的观光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